湖南女子号称谦卑不醉 喝白酒如同喝水 接近白酒下肚就跟没事人一样 被当地人称作酒仙 和他比酒量的人全都心服口服 医生对女子的身体进行检查后 当场知乎此乃万中无一的体质 就算武松在世也喝不过她 该女子名叫刘靖 家住湖南长沙 别看她长相文靖身材娇弱 可据知情人士透露 刘靖在酒桌上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别管对方有多能喝 到了刘靖面前也得服软 专家为了一探究竟 就根据地址找到了她 当面提出想要验证一下传闻的真假 刘靖见状也不含糊 从架子上拿了一瓶白酒 一瓶啤酒 虽然白酒只有二两 但酒精度数达到了52度 只见他把白酒全部倒进碗里 然后端起碗一饮而尽 整个过程发生的太快了 就连专家都没反应过来 刘靖喝完之后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淡然 完全不想喝过酒的样子 专家虽然很震惊 但仔细想想也就释然了 毕竟刘靖号称谦卑不醉 这么一小瓶白酒 当然算不了什么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刘靖起身又从柜子上 拿了一瓶白酒 然后当着专家的面 准备再次上演一口闷 专家见状立刻拦住了他 因为谁也不知道 瓶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不是白酒 为了检验真伪 专家拿出了一根筷子和一个打火机 结果一点就着 也就是说 碗里面确实是高度烈酒 刘靖微微一笑 然后端起碗再次一饮而尽 此时刘靖仿佛喝嗨了 竟然又拿出了一瓶白酒 然后蹲蹲蹲一口闷 在专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刘靖又连续干了三瓶啤酒和一瓶红酒 好家伙 专家活了这么多年 哪见过这种架势啊 当场就被震惊的语无伦次 见过能喝的 但没见过这么能喝的 而且还是白酒掺着啤酒加红酒 这种难度细数 相信经常喝酒的人应该甚有体会 就让专家感到不可思议的 其实并不是刘靖此刻展现出来的酒量 而是他淡定自若的表情 全程就跟没事人一样 仿佛这些酒到了他的肚子里 就变成了白开水 专家仔细观察后 注意到了一点细节 那就是刘靖喝酒的时候会用纸巾擦拭额头和脖子上的汗水 喝酒出汗 毕竟是人之常情 更何况像刘靖一样 二两一口连杆三瓶 还掺了这么多皮的和红的 所以专家就没往心里去 殊不知这正是刘靖谦卑不醉的原因之一 湖南女子号称谦卑不醉 喝白酒如同喝水 接近白酒下肚就跟没事人一样 被当地人称作酒仙 医生对女子的身体进行检查后 当场知乎此乃万中五一的体质 就算武松在世也喝不过他 刘靖为了展示自己的酒量 带着专家来到了楼下的超市 紧接着买了一瓶高度白酒 就在喝酒之前 刘靖提出自己想先喝一瓶奶 专家意识之间有些疑惑 虽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但一瓶奶应该对测试结果没有多大影响 所以专家就同意了这个要求 刘靖把奶喝完之后 接下来的举动 直接把整个超市的人都给惊呆了 只见他端起酒瓶上演了一波对瓶吹 好家伙 这番操作简直太离谱了 就在专家准备询问刘靖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时候 刘靖却小手一挥 让售货员又拿了一瓶白酒 然后在专家震惊的目光下 再次对瓶吹的一滴不胜 要知道刘靖在家的时候已经喝了六两白酒 三瓶啤酒 一瓶红酒 现在又闷了两斤白酒 前后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小时 正常人哪能这么喝酒啊 专家这下是彻底服了 而刘靖虽然喝了这么多 可他却一丁点醉意都没有 思维逻辑非常清晰 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人 专家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这么多酒装在胃里 正常来讲 胃部会产生强烈的烧灼感 可刘靖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呢 难道他的胃异于常人吗 又或者说 这些酒在刘靖的胃里 已经不再是酒了吗 第二天一早 专家再次找到刘靖 带着他来到了交警大队 打算进行酒精测试 结果刘靖吹完后 机器就响起了警报声 屏幕上显示 酒精含量为432.7 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 没有什么概念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一个人喝了一瓶啤酒 一个小时内去开车的话 酒精数值通常为40至60 这就属于酒价 当数值大于或者等于80的话 就已经达到最佳的标准了 而刘靖昨天喝下去的酒 到了第二天 数值竟然超过了432 明显属于严重醉酒 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 刘靖体内明明有这么多酒精 他本人为什么面不改色 心不跳呢 事情调查到这里 专家可以认定传闻是真的 刘靖的酒量确实没有底 这不禁让人好奇 刘靖谦卑不醉的本事 究竟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练出来的呢 面对专家的询问 刘靖讲述了自己 两年前经历过的一件事 湖南女子号称谦卑不醉 喝白酒如同喝水 即今白酒下肚就跟没事人一样 被当地人称作酒仙 医生对女子的身体进行检查后 当场直呼此乃万中无一的体质 就算武松在世也喝不过他 刘靖说如果不是两年前的一场酒局 他也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能喝 当初他的初恋男友提出了分手 刘靖的心情非常沮丧 参加朋友生日聚会的时候 他一杯接着一杯不停地喝酒 像用酒精麻痹感情 可刘靖不但没有醉 反而越喝越精神 朋友们全都看傻了眼 没想到刘靖这么深藏不露 于是几人推杯幻盏 几个小时后 酒桌上只剩下刘靖还在喝酒 他的朋友全都喝得不省人事 从此之后 刘靖谦卑不醉的名声彻底传开了 由不少人慕名而来 只为挑战一下传说中的酒仙 可结局无一例外 前来挑战的人全都甘拜下风 专家思索片刻后 认为刘靖的酒量 既然不是后天锻炼出来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 是家族遗传的原因呢 专家为此找到了刘靖的母亲 没想到刘母表示 自己大概能喝一斤白酒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罪过 莫非这真是遗传因素导致的吗 为了解开刘靖身上的秘密 专家带他来到了医院 准备做一次彻底检查 经过抽血化验 以及B超扫描之后 医生表示 刘靖的肝脏和正常人相比 有弥漫性的肝病变 这是长期大量饮酒之后 引发的肝脏轻微损伤 也就是说 刘靖的肝脏 对于分解酒精来说 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可他为什么谦卑不醉呢 医生认为 这和刘靖体内 酶的含量有关 正常来讲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 会被乙醇脱青酶 和乙醇脱青酶 逐步转化成水和二氧化碳 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所以这两种酶的含量也有区别 含量高的人分解酒精的速度会很快 所以这类人的酒量非常好 但是含量低的人 基本就和小编一样 两瓶啤酒下肚就醉得东倒西歪 而刘靖之所以这么能喝 是因为他体内的酶含量 比正常人高了好几倍 他喝酒时 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珠 就是被酶分解的酒精 这种体质非常罕见 甚至能用万中无一来形容 就算武松来了也得甘拜下风 这可不是说说而已 因为武松最大奖门神的时候 一共喝了三十碗酒 根据北宋时期的酒碗估算 一碗酒大约在四两左右 三十碗放到现在就是十二斤 虽然量很大 但当时的酒精度数并不高 大概只有六度左右 充其量比现在的啤酒度数高一点 所以武松如果遇见刘靖的话 也得叫上一声女中豪杰 一边喝酒一边拜靶子 当然这些只是玩笑话 最后小编要提醒大家 孝珠遗情醉酒伤身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 千万不能过度饮酒